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您寄的行销邮件 寄给的邮件地址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或者你寄过去之后 人家收到了 有没有开启你的邮件 你知道吗 如何得知有多少人 已经打开你的邮件在看了 怎么做呢 我们延续上一个单元 你已经寄信出去了 这时候 您选择行销邮件 您会发现到 你已经发生完毕了 发生完毕 这时候他告诉你 已经开启的有几笔 成功笔数有几笔 失败笔数有几笔 总笔数寄出了四封 已经开启了几封 如果我想看看到底是谁开启了 点这封信 您就会看到 总笔数是成功的寄出去了有四笔 已经有开启了两笔 那哪两笔呢 点一下 他会告诉你 赵一跟孙三的都已经开启了 那如果你想根据 已经开启的设标签 你就可以在这里点一下 去给他加标签 建立新的标签 或套旧的标签 都可以 这有什么作用呢 也就是说 有开启你的信件的人 表示这个人 这个客户会看您的邮件 那你记录起来之后 以后你可以设定一个条件 是我寄出去的信 我可以去筛选 会开启电子邮件的人 才寄信给他 就不会浪费邮寄资源 如果您的email有误 这里就会有失败的笔数 然后你同样可以知道 世代的笔数是哪些 再可以把它设成标签 成功的笔数表示email没有错 对方都收得到 所以我们邮件寄送出去之后 我们可以点这封邮件 了解目前寄送的情形 总共成功寄达到 人家那边的有几笔 有错误的email有几笔 寄送到的 对方已开启的有几笔 这对我们耳后 在做行销活动的时候 这个数据是很有帮助的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很快